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在海水中 聲速 聲音的速度 是等於1500公尺 1500公尺每秒 潛艇隔10秒 花出一個聲波 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到 這個聲波為什麼 會比較強 潛艇這個時候 發出聲波來 那發出聲波的話 他馬上會聽到回音 就是說他在船上裡面 他在船上 發出聲波來 船上發出聲波來 他一發出聲波的話 就馬上聽到 自己人會聲 這個就是說 他發出聲音 那個時刻 馬上聽到的聲音 然後聲音傳出去以後的話 經過六秒 就聽到回聲 回聲比較弱 那你馬上發出聲音的時候 那個聲音就比較強 就是說好像你 好像我現在在講話 我馬上講話 我馬上自己聽到 那個聲音比較強 那聲音的話 碰到牆壁以後 再反彈回來 那個回聲也比較弱 所以的話 這個經過六秒 聽到第一次回聲 從這裡到這裡的話 經過十秒 他再發出第二次的聲音 再經過六秒 十六秒 十六秒的話 會聽到回聲 所以 他說 如果偵測包含發射波 與反射波 這個就是那個發射波 在這裡發聲 他先聽到發射波 這個是反射波 所以時間變到這樣的圖 所以時間變到這樣的圖 則潛艇距離海底 約是多少公尺 那回聲的話 經過六秒以後 聽到回聲 那回聲是去 再回來 所以一趟的話 是三秒 所以那個距離低 就等於多少 就等於V 乘以三秒 就去一趟的時間 叫ΔT 去一趟的時間 這去兩 就是來回這樣子 來回是六秒 那去一趟是三秒 所以這1500 他乘以三 所以這個多少 這個是4500 4500公尺 所以這一題 應該要選C 應該要選C